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可男主喜欢独处 就不愿意坐那 人渐渐上骑了,车却不开 旁边一个女孩似乎在打电话 就像是在和他说 快点,真差劲 小男孩以及其他人好像也都在盯着他 男主如坐针毡 只好换到了单人座上 嘿,真寸,门关了,车走了 没多久一钉木车站到了 一名女子下车后回首 面露流链之色 汽车继续前行 两名老人聊着和棺材有关的话题 很快二钉木车站也到了 第二个座位的男人直接下了车 前座的妈妈和宝宝温柔的聊着天 让他坐个安静的乖小孩 三钉木车站到了 第三个座位的老人与后座的老友挥手道别 男主觉得似乎哪里有点不对劲 四钉木一到 坐在第四个座位的老人就下了车 一,二,三,四 嗯,他们恰好是按顺序下车的 五钉木车站到了 妈妈居然留下宝宝 自己一人下了车 男主瞪大了眼督子 都看了看 前面的男孩座位号是六 果然六钉木一到 大宝就下了车 一,二,三,四,五,六 马上到七钉木了 自己的座位号正是七 咱是不是也必须要按照这个潜规则 在这站下车 瞅瞅后边的乘客 他们也都在看自己 日本的公交车 如果有人想下车会按下按钮 不然司机看车站没人上车会直接开过站 男主最后还是按下了按钮 门停了 车开了 可自己明明要坐到十一钉木呀 这是不是一辆开往地狱的列车 要是在这下了车会不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 男主颤颤巍巍的走到门前 下了无数个决心后还是退缩了 眼一瞪心一横 爱咋弄咋弄 爷爷就是不下车 他坐到了最后一排 其他几个乘客都用精益的眼神看着他 车停着 没人下车 半晌过后 第八号的妹子居然边打电话边下了车 他是替自己的 门关了 继续前进 男主心中深感不安 处处散发着诡异的气氛 八钉木到了 穿风衣的妹子颇有深意的看了他一眼 转身下了车 马上就是九钉木了 男主看了看指示的地址 自己确实是要坐到十一钉木 没悬念 九钉木一到 坐在九号座位的大叔就按下按钮 下了车 走前还不忘看看他 自己没在该下的车站下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呢 男主心中七上八下 十钉木就要到了 车长除了自己和司机外再无他人 自己该如何是好 按还是不按呢 男主没按 但公交车还是在十钉木停了下来 气压门弹开 男主的心跳瞬间飙升到一百八十开外 紧张的盯着门外 靠 司机正在转头盯着自己 好像在问 你咋还不下 男主怕死了 等他再次鼓起勇气睁眼时 司机居然下了车 这到底是啥情况 男主完全懵了 公交车正在打着双闪 这部片子与雪山兄弟奶奶一起 被网友评为是其中最恐怖的三部 之所以恐怖 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透着神秘的诡异气氛 很多人没有看懂 才会觉得恐怖 网上还有人说 这部公交车是通往地狱的汽车 每一位下车的人都再也回不来了 虽然也可以这么解释 但宇哥并不认同这个说法 我觉得另一种解释更为准确 这一集是无数个巧合的叠加 男主才会产生各种错觉 一开始 他刚坐到单排坐上车就开了 是因为车子正好要开了 不是因为他坐对了位置车才开 而之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座位号的车站下车 这也都是巧合罢了 只不过如此低概率的事居然发生了 男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小男孩没与妈妈一同下车 也许是因为他俩今晚恰巧都有各自的安排 男主明明不应该在七顶目下车 却按了下车按钮 最后还没下 这怪异的举动别人能不看他吗 至于另一个女孩替他下了车 实际上并不是替他 而是因为女孩恰巧在电话中 与朋友刚刚改变了行程安排才会下车 最后两个乘客下车前看到 也是因为男主之前不同寻常的举动 或许对他有点意见吧 最后十顶目停车 那是因为车子坏了 没看到最后车打着双闪吗 司机的回望是在确认车上还有多少乘客 然后就下车去检修了 当无数个巧合叠加在一起时 会让人有一种错觉 这不再是巧合 而是必然 男主之所以害怕 是因为他太细心 想太多 才会自己吓自己 如果他和别人一样 或是聊天 或是打电话 睡觉 没注意到这些细节 他就不会如此庸人自扰了 还有网友说 这集是为了讽刺日本社会 过于循规蹈矩 没守成规 不接受独立存在 和自己不一样的个体 其实想想 咱们不也是这样吗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人们总是不能接受 那些特立独行 和大众观点不一致的人 但有时候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只要你认为是对的 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最后失去了自我 你们说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们在微信里 搜索我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偶尔帮我点击每天推送视频文章里 除片广告 与哥拜谢 喜欢与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请订阅关注